這樣子的狀況會有 其實就是一個寸 但是學校多數的人 今天他就是無論你 前下的時候有事情打 越來越多人就不去管他 包括五次以前也是這樣講 剛剛學生的時候 陳氏剛開始寫的時候 一句霸得對不對 一句寡法還有一句 好不容易從頭上 可以討伐三個事情打 高興了對不對 然後就有交流 就有學位了 這是所謂的一個 flow 剛剛這六百放棄去的時候 六百放棄的時候 為什麼會是五五三六 因為你剛剛那六萬的時候 你事實上要超過十六個幣等來組織 你可能要二十個幣等去組織 可是你要拿到二十個幣等的時候 你拿放棄最右邊的十六個幣等 放棄最右邊的十六個幣等 可能最左邊那個幣等 放棄去那十六個幣等 放棄去那十六個幣等 最左邊十六個幣等 最左邊那個幣等 最左邊那個幣等 最好是冷一 才會變成負冷值 會變成負冷值 所以這邊來講就是說 這個陰體九的 這個 overflow 發生的時候 回到我們的治療 可以發生一件這種報告 當然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好 影片 對 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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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乘以两个C 就是说D MCC的这个D 他是把A去除以四个B 再乘以两个C 你看1也是多样子 A是除以1234 再除以1234 再除以1234 所以A也是这边 1的四个也是A除以10个B 然后这边乘以一个C 这边乘以一个C 对不对 所以A这个D和一应该只是一样的 对吧 同样的一个算式 同样的算式 我只是把他运算的顺序 我只是把他运算的顺序 把他造以下改变了 但是因为这个C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我并没有理想 他这什么 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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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结果都是A 乘以两个C除以10 就是D而止啦 D而止是A乘以两个C除以10的B E的词其实也相当于A乘以两个C除以10的B 这也没问题吧 那你觉得如果运出来这个D和E的词 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 是吧 应该是一样的吧 没有啊 这两个字D和1词好像算式嘛 对不对 可以吧 这是老师就是没多说好 这你也没看错 对吧 这也有问题嘛 那我现在是把D的词 和E的词运出来吧 对不对 它应该是印出相同的字 你觉得它D和1的时候一样吗 是吧 我看这样吗 有进度的会不会 对就现在就说 第一个词是根本 有些以前無限大 不過真的無限大 只是說他用四個把握去儲存實在儲存下去 1的10是他的近視值 這這麼大是這個值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還明顯的D的東西已經被跑掉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 A是一個small number B和C也是一個small number 就是都是蠻小的值 ABC都是什麼small number 好 那 一個值出一個很小的值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10個小的值層起來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小 對不對 好 那你除了一個非常小的值的時候 是不是會非常非常大的值 對不對 那如果說大到的時候 你沒辦法去處理的話 那 你就一邊把它輸入感 剛剛的9起 你比你就是coball flow的一個值 好 可是如果說一下我們剛剛這邊處理 注意一下方法處理 那 這個 這個四個值出來雖然說是很小 沒錯對不對 不是 以這邊來講 是小 但是以這來講 也比它再來的大 對不對 所以我A先處理這幾個字的時候 所以我這邊處理這個值 事實際上還算是一個滿大的值 但是是我可以儲存的 同樣的意思 CG組成這樣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承認起來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我到時候還是可以保存住 它的精確 精確度 我們剛剛講的精確度 那是一套 但是如果說我一試的時候 這位是上次叫做 數值分析的一堂課 我正面介紹 那個時候 我現在聽說 大家都沒有上這堂課 好不好 10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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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級 這幾下還有嗎 那數值半年級 有 這幾下還有 嗎 都有 這很重要 因為你們現在用那個電腦 可能要處理無限的問題 你們要做很像的處理 它都要處理 比如說老巴斯的選擇 這些都知道不可能數據的東西 或是無疑問的東西 你要把它轉換成什麼樣子 電腦的問題要表示出來 那電腦是計算是時速的 那這種時速的運算 這一定會碰到這種問題的 有時候的演算法都是對的 可是你出來的繩子結果就是很奇怪 就是不對的或什麼 當然那個如果說是限定待遇數 那都是矩陣待遇數 那還好 可是像這種 這種像零件的多媒體的 這種都是什麼的 你們會碰到的 我覺得說像我們 像現在有些什麼自走車 這個車子是無人控制的 那一定要通到大量的那些風速 和那些的 就是什麼的出現 這種的氣氛 那 換一方面來想 你知道這方式的萬個性 哪或是 別卡牌的人 還算出來嗎 當然你如果說想要假設說 我們有很多的資料是沒有問題 像你假設說你最竟然就是在三大二間 那如果說你知道這個問題 你就把它這樣改寫 這會不會可以解決掉 那這邊也是說我們在 像剛剛那個Sign 很多的問題其實是因為 我們使用者 在使用的時候 可能對我們所使用的工具 不是那麼熟悉 或是有些舒適出現的問題 那如果你照相後 你所在的時候 你去做一些的使用方式 就會調整 那也許這個 不需要改變 其實這個狀況之下 你還是可以用什麼手的問題 這個給大家看看 一個使用的狀況 可以有時間夠 我們再給大家看另外一個例子 好 好 我現在說了算式拆解 啊 那還有 還有 對 那些主要 比如說他都不會有人弄那個 String去存那個 那個 你會有什麼 String去存 如果你用自傳去存 那你想要活到什麼 好像就不會 還是說 有怎樣 沒有 你自傳 因為政府啊 還是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要回到社會的 machine code 你的 machine code 你這個 machine code 沒辦法處理到 超過 4塊的文字 那 沒有用 好 那除非你去寫個層次 但是 除非你自己去寫個層次 去模擬 比如說 128個位元的東西 成128個層次 所以你只要寫層次 比基盤我們熏透世界裡 它沒有這個生病 它沒有這個 它沒有這個 不會讓你把生病 好 不會讓你把生病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看這個叫做 Sign Attack Sign Attack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這個好像其實我們之前有跟大家 有稍微的提到過 就是我今天把一個 這一個 Sign 的變數 等數 Sign 給了 Sign 或是相反的事情 就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好 大家看這個層次有什麼問題 我們現在有一個 State 叫做 Beta OK 那我現在 我這邊顧到這個方形 這方形會有一個 這個指標 好 指標你看到這個指標 這個指標 這個指標是一個 一個指標 一個指標的位置 好 那再來是這個指標的長度 好 指標的位置 以及這個指標的長度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要把這個 不是這個方形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 這是Source 這是Desimation 我是要把這個Source 扣比到這邊來嗎 Desimation 對不對 我們之前這一集 花好多一點點講的 反正缺風 結果漏洞 對不對 大家要處理 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 輸入次端的長度 大於怎麼樣子 儲存這個次端 的Buffer 的長度 對不對 沒做檢查嘛 所以說就overover發生 所以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注意到一些事情 看這個長度 都只能處256個字 對不對 256個字 對不對 那我現在扣的東西 是Buffer 長度放在EAN上去 那我看你這個 大於256 對不對 那如果你大於256的時候 那我就把這個東西扣過來 好 扣比這麼多東西 扣比這麼多東西 這層次看起來 好像Purvier 對不對 這個學過 好像就是學過這個 我們Security 客人寫 對不對 可是好像這個同學 你覺得他這沒問題 他是學過來 每次他是學了一半 就是他後來就翹課了 又不來上課了 齊風齊出就來上課 齊木就來翹課了 所以就沒聽到 這個層次有什麼問題 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跟大家講 這個層次有問題 很嚴重的問題 也有辦法報告出的發生 就是說不對啊 就檢查 就是他 他講的 他有修課齁 在修一半 是修一半 重點在這邊齁 是修一半 那重點在這邊齁 這個是一題9 好 Pamely Kalki 我們看到這個 問你有沒有看它的signature 這個第三個的參數 在方法然的雕像是 賽爾達斯克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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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這邊的雕像是 賽爾達斯克爾夫 賽爾達斯克爾夫 所以說你把這個值 在今天夫教師 你把這個值傳過去的時候 在基底方中的時候 在Memory Coby這個程式 你把你的記憶體那種的值 它是以防賽級去處理他的 它是以防賽級去處理他的 所以想一下看 如果說我今天夫教這個程式 我傳-1 -1有沒有大於256 沒有嘛對不對 所以會不會retend 不會嘛 會是你這邊嘛對不對 所以-1就傳過來 對不對 -1就傳過來 那-1這個東西 對不對 -1這個東西 你可以Y-Compose 你把你給你表示 那不管怎麼樣 -1的值 你可以知道說 它是三十二比特 那最左邊的比特 是多少 是1 -1的那個值 不管你是用 1Compose 2Compose 去表示 你最左邊的這三十二比特 最左邊的比特 一定是1 一定是1 1 所以你把這值送過去 可是到了Memory Coby的時候 他把他這整個三十二比的東西 解釋成什麼 Sine 原來那個E是代表是負的意思 可是進到Memory Coby的時候 那個E代表什麼 是代表2的三十一次 所以你不但Coby 你Coby的非常大的值得量過去 那這個Demma一定會用OFO 這樣 而且當OFO 我會把他錄回去 OFO到哪邊 可能到Cono 對於SW 所以他這方面是要打Heat 打Heat 打Heat 這樣這樣子 叫做Sine Tick 看起來我們都有解釋 對不對 可是問原詞就是因為Demma太符不對 同樣的值 同樣的一個bit stream 比如說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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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三十二比特 一把他解釋成整數 它是一個值 一把他解釋成 上一數它是一個值 上一數它是一個值 問原詞成floating point 它又是雲二值 但是問原詞都是個bit stream 都是同樣的bit stream 所以說Demma太符 它扮演什麼角色 它扮演說 我怎麼樣去解釋 我今天所在的記憶器的 那些bit的 內的 我怎麼樣去解釋它的值 那當中就是我這樣所謂的SineTick 像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一看這個層次 不管不要騙 我感覺他做做測試很差 但是沒有表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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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Sine Honderscope 系統的壓力 不是他在Curlm Code 常常會見到他嗎 那Curlm Code 就是Linux的Curlm Code 常會見到他 就像這樣子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集最後的一個 它還有第一個 主彈伏式攻擊 或是分散式的主彈式伏式攻擊 好 那我們簡稱DOS 那大家為什麼偶要小解 大家切記喔 寫這個東西十分高 一定要小寫 好 當然不小寫 大家會把它 解釋成以前那個Disk 圍列寫成Dose 會混亂在裡面 然後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為什麼 因為通常我們這個 取到取頭之餘 Ecrum的時候 我們只把重要的字 取頭那個大字 重要的是它的那個什麼 重要字的它的那個 第一個字 我們不把戒系詞 不把罐詞 放在我們的投資儀當中 所以說一般來講 你應該要Service的投資儀 應該是DS 可是DS沒有五名 所以要把那個O點放進去 可是那加上小寫的Oder 就是說 它當然有跟Dose去做取得 那就是說它是它並不是真的是 就是說按照法律來講 它並不是應該會拿 變成那個字 它是在這個投資儀當中的 所以說是要小寫 大家不知道 希望在馬上那些片 都是它寫的 那個 師傅也要是要這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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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也要這樣寫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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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大家之前 你們總會認為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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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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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完全改觀 那事實上甚至還有現在有新的攻擊 那個通訊的對象跟這裡要被打的對象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軟性的 這邊可能在那邊補充 沒有在能力上面 那當然就我們來看 就說主戰服人攻擊 或非戰士主戰這部攻擊怎麼樣 那這種攻擊是說 我可能會把我要去攻擊的這個 victim 的這個系統 那就是讓他整個系統的這個 讓他的各種的這個資源的使用 達到最大的飽和 那我可能塞了很多的chabic 送很多風包過去 讓這個頻繁保和掉 或是送了風包過去 讓他的計算能力保和掉 讓他的記憶體保和掉 讓他沒有辦法去怎麼樣 對於一般的合法的使用者提供服務 好 所以一種資料叫做方式 那很可能就是說 我送了大量的資料過去 然後 所以我剛剛觀察是這樣子 Saturated有時候也不一定 就是已經真的是很大量 因為有時候可能就是說 他的出於某些東西的資源 就是這麼一點點多 一點點大 你再馬上利用一點資料就夠了 好 已經吃了 而那時候事實上你就到不一定 因為要一直不停的一些狂充風包 也不一定 雖然說狂充風包是其中一種方式 這是我們典型大罪主戰士攻擊 可能比較有的一個影響 另外一種怎麼樣 我直接怎麼樣 那我主戰士服務 就是說我要讓這個 我要打的機器 沒辦法提供服務給一般的使用者 那可以怎麼樣可以打的效果 我直接把你clash掉就好了對不對 就讓你當機就好了對不對 那所以說另外一種方式怎麼樣 我會把這個V104等 把它直接clash掉 當然這種通常是打醉系統的BUG 現在你很難不要難見到 我會跟大家講一些Case 是以前發生的一些Case 不過那些真的是讓人體效皆非 你會發覺都是城市的BUG 現在會遇到這麼可愛的BUG 所以說那個城市的BUG 就是說 大家就是說 不用我送什麼太大的風光 可能就一個風光就沈出 對方形容就整個就掛掉了 這麼久了吧 那你整個就 一個吧 可以可以有像這樣子對不對 我會想要好幾種種方式 一個風光送過去 這整個就掛掉了 會像這樣子 那 然後這個是主戰士風機 或是分擔士主戰士附風機的 會像這樣子 一個是打吃資源 一個是直接把你clash這樣 那基本的clash是 就是大家比較 可能就比較那個 沒有就是說 接觸到的 可以給大家解釋 那就是根據那兩種型號 可以通過這兩大類 一種所謂的Flaude的Tech Flaude的淹沒 那就是沒有Flaude的Tech 那Flaude認為這四大類 Slaude的Flaude的Tech DVSync DVICMT的Flaude 那沒有Flaude的話 就叫Plaude的Tech 那這邊原則上來講 都好多不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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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 Plaude的Tech 這個是Tab的Geration的意思 先下 這邊就講Tech TierDrop的公家 Land的Tech 其實它不知道其他名字 我也不知道 這個還好 這還可以 因為這個通常是 跟這個 跟體驗的設計有關 那個CHR期間的視窗 跟這個CHR期間的設計有關 其實會有類似的 什麼的 這個 好 我們先看那個 Smurf的Flaude的Tech Smurf的Flaude的Tech 那大家先跟大家講 就是說 我們今天送風包的時候 我們的Designation 通常說是IP-A-JS 其實你的Designation 可以是一個網路 好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就是說其實每個IP-A-JS 都是屬於Network的部分 就是你的IP-A-JS 對不對 10.2.3.1 好 總共 可以變成30個bit 其實30個bit 你要切成部分 左邊的那個部分 當然就是切割成 就是切割的話 可以切割成一個byte的部分 可以分成兩個byte 三個byte 所以就非常適合 看來是 ABCD 就像叫Network 有沒有 就是你的Network部分 好 那我們送一個風包過去的時候 事實上是可以送出 一個風包 Designation 是某一個hose 某個Network的 所有的機器 好 那我不太確定就是說 它反正就是說 每一個IP-A-JS 有所謂的hose的內容部分 以及 右邊是hose的內容部分 左邊是所謂的Network部分 那hose的部分 對話是全都是0還是全都是1 就是所謂的Hose的Message 所以說 Designation 假如是像那種形式的話 是在那一個的網路上 那個內貨上的 所有的機器 都會送到這樣風包 然後這先給大家講 你其中一個 有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特別的JS 就是要介紹 這個設備資料 先拿來的東西 那介紹另外一件事 ICMP ICMP的Apple的IPG 就是說 你今天假設的 你台機器 你這個設備是打開的話 我送一個ICMP 我送一個ICMP的 Echo的repressor 到你這件ISO 你就要送一個ICMP Echo的response 風包回來給我 好 我的AC器我送給你B 那你B繼續 要把東西送回 一個response給我AC器 好 不然這種風包做什麼 是檢測這個網路 再來機器 你有沒有對方 是不是在 可以上網的 你可以不會透過網路 跟他聯繫到 好 通常要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有這兩個東西 好 那這件ISO是怎麼樣子 我們所有的 IP風包上面的 所有的訊息 都可以衛照 都可以衛照 好 所以說 你可以送個風包 完全根本一點萬一都沒有的 好 所以對方會引回你 這樣 好 那這種攻擊 什麼樣的攻擊吧 那我今天 我送了一個風包 假設有個網路 那他接受 Broadcast的Message 而他上面的 Broadcast的Message 我換來講 這個網路上面 有好多台機器 都ICMP的 Echo的request 的Service 收集打開的 那你只要送風包 過去的時候 他就說 ICMP response 給你 好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子 我是攻擊者 我要打一個 Viptain Attacker A Viptain V 機器 那現在有一個網路 像這樣子 中間來講是沒有 我們這個 這個Midium 像這樣子的一個 像這樣子 或是一些的 前方品好了 這是自己的網路 好 那我會做什麼事情 我會送一些 Broadcast的Message 到自己這個網路 所以說Destination 都是怎麼樣 自己的網路 叫做Broadcast的Message 好 那這個 但是是要哪補的 就是ICMP的 Echo Request的Port 但是我送出這個 造假籠包 不知道是誰 我寫誰 我不寫我 我寫誰 我寫VG7 好 我寫VG7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會造成什麼樣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有 X來這邊 在這邊 這邊有個網路 在這邊 那你可以送 Broadcast的Message 它的Loud不會擋 通常Loud會擋這種 風包的 但它假設這個不擋 那上面很多 機器的ICMP Echo Request 或開啟的 通常ICMP 應該是開啟的 要關掉的 開啟的 但是我今天 HOST送出風包的 怎麼樣子 Destination 是這個網路的 Broadcast的Message 是這個網路的 這每台機器的 ICMP Request and Service 那Source是誰 Source 當然不寫我 不寫誰 不寫他的機制 接下來 寫他 好 寫他 好 我寫他 好 我送我發過去之後 對不對 B 所以大家都收到了 Broadcast 對不對 那HOST外收到之後 我怎麼樣 就是ICMP Request 他就送到ICMP Request 看看誰送的 因為那個位置 假設是送的誰 假設D過來的 所以就把你送給B HOST的TOO也是送給B HOST的TOO也是送給B HOST的TOO也送給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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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這看你基本的套牌機器 就是你在上面 有100多萬機器 那我HOST的A 每送一個風包過去的時候 對不對 這個網路就把我送幾個套的風包過去 100個的 假設100個來機器 100個風包 到什麼量去 HOST的那魚去 這些空級 這些風包都是什麼 買來的 是他送的嗎 這間風包是他送的嗎 不是 是他駆隔起來的 沒錯 但是每一個工具風包是他送的 不是他送的 只是他駆隔出來的 所以他找 那這個風包的那個Sauce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 他有偽造 他有偽造Sauce嘛 對不對 但是這間風包的Sauce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都是他們送過來的嘛 對不對 Pose一二三次都是他們送過來的嘛 對不對 他帶到的怎麼樣 所有的風包都是同樣送過來的 也真的是他們送過來的喔 那會是 真會是在這地方 每次有風包 他就把他拿來這樣子打過去 就這樣送 他就把他送過來 然後再接到這個箱子打光 所以你看到來 工具風包不用他送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風包他看的那個來源 是不是真的是真來源 可是這麼好 看來受害者 然後這個受害者犯了很大的錯誤 有兩個錯誤 第一個 二方是沒過於這個Broadcast的通報 這種Broadcast他應該會破壞掉 那這些ICNBA Call request 照樣說不應該開始 可是總有一些人 管理人員就會犯了一個宿司 那當然有可能 工具者直接先打進去 就把你直接 讓你給Broadcast的送過去 那如果他正過打進去 他也不能做到 那直接做給我做 那這樣子 叫做Smurf的Tag 然後你到Smurf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不過Smurf是一個 一個卡通影片的一個宗教 他有看過那個 可能有看過 那個月份情況 這種年紀我看過的一種 用卡通就是 他是一隻 會像一隻 火鳥嘛 他一場的叫BVE 他每次的滑招 走得很快 然後另外一個對他搭搭 搭配的是一個 戴著大毛球 都是很長的 像那個 比較壞的一個 那隻 應該是火鳥常常會叫BVE BVE 什麼類型的 你會幫我看卡通的 沒有 不是啦 那你們的機票是很差的地方 我們那時候都是看 欸 怎麼看510的啊 我看過小片片的 小片 再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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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次要看 再小片 再小片 好 那再開始是CP-6-plot的東西 那是他這邊 用個InwayH 是HC 是因為HC體的團系 那我們今天 大家知道 建立GVIP 團體需要做什麼事情 Client 先送個Sync 紅包給Servor Servor在送什麼 Sync S-E-K 給Client 對不對 那Client 什麼 再送給S-E-K 其實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要建立剛剛那個SID 以及Initio Sync 以及Initio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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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做最基本的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建議做一個Sync S-E-K 給他做這樣子 就是說當Sync 送過去的時候 Servor要做什麼事情 他要先記錄這個訊息 說遠端哪一個IP的哪一個Port 要跟我這台機器人拿到Port做聯繫 它的Sequence Number是多少 它的Sciting Window是多少 它Cue這個InitioSync 所以如果Sync S-E-K 再回去的時候 他在那邊Port得住 Connection 送Sync 過去時 在對方裡面的機器 忽悟到那個ACK風發回來 當然那種做到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在這台社會上 那些訊息會keep一陣子 他不是一直keep不住的 他keep一段時間 但是他keep滿長的一段時間 那工業怎麼做 但是這個keep 剛剛那時候有記憶體 這我開了Open socket 那就是說開一半個鐘的 socket 一個系統當中 可以允許這樣的 socket存在 大數目都是固定的 不會太多的 不會太多的 所以說如果說 利送幾個Sync風包 先把這個所有相關 整個障礙人的一個系統把它吃掉 當然這東西會比例子掉 但你系統給你們合理很常 因為那些掀柴會比例子掉 當然會比例子掉 再補一個Sync過去 夾了Sync過去 那你就可以讓怎麼樣 Serve 這樣的機器 根本就沒有辦法再集體 接著怎麼樣 新的機器應該給Connection 好 而且沒辦法接受 因為已經沒有這樣的機器 給他再用 這機器並不是這樣很多 並不是很多的 不是說要把那些機器的所有機器的次藥 沒有 還是把所有機器當中的一小部分拿出來 做這樣子的移動作 大家每個一段時間 會有工程的開發 離例子掉沒錯 可是這種供給就在無科性了 又有多種 所以說是怎麼樣 就是所謂的TGP Sync的Flog 那現在在這種 主要的福祉中心中 這種是最常見的 為什麼 因為這種風包不太能打 我今天直接送的 我們對於看到的所謂的UDG風包或ICMP 很多的Router會打UDG的Sync 會打ICMP的Sync 這個風包我打的不送 就送電腦的風包 也可以 但是現在很多的所謂的State for the Router 大家可以看 說你這個風包送過來 你根本就沒有TGP I 可能以前以前有送的風包 他直接把你交給 所以這樣來講的話 這種供給現在是目前最常見的這種供給 我說我是一個風包 但是我的來源是 供給者真的送出這個風包 但是他的來源是假的 所以說那HCMP的理屬障礙 封為理屬障礙可以繳 那根本就不存在的機器 他就怎麼樣 然後沒有理屬障礙回來 這樣這樣子 那這種事現在目前非常常見的 那你做主要的做事工學的人 他事實上通常會一起研究這種形式的 這個捨入群 會像這樣子 那我們先跟大家提到過 我們現在很多的網路的資訊站 打開卡就是打這種 因為這個可能就是可以癱瘓怎麼樣 像一個國家的網際網路的環境 那有時候是會癱瘓怎麼樣 勒索一些的公司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想到一個很好的Sellucion的話 你最潛在的最大的買主 就是每個國家的政府 Garmington 或者是一些當公司 網際網路的當公司 那我會跟大家講 這個目前為止 他就能好好Sellucion 有些手舉就要ISP的配合 當然這ISP通常不用你配合 有時候因為攻擊的缺比 可能跨好幾個ISP 甚至跨很多國家 你要當局配合有問題 而且一件事情 發起主案是服務公司 有時候 ISP是靠這個流量賺錢啊對不對 你要租的時候 你每個月租多少錢 那就流量多少錢 那你的GP Comfort買掉 那這時候誰賺錢 受害也不是ISP 那賺錢是誰賺錢 ISP賺錢 因為公銜卻可以在這盤盤對不對 那你送的紅包都賺錢 他要跑給你配合 對不對 那當然他有很多的原因 有時候是跨國家 就少4萬塊錢 大家有什麼東西 那一些記錄上的東西 ISP也不讓你 他希望你動到一些冷氣 好 那這有一個所謂的sync的cookie 大家在這個near station上 near station 他有這樣一個防禦結束的機制 所謂的sync cookie 剛剛大家回到說 為什麼要tap open and sarkit tap open and sarkit 最主要是tip 就說我今天哪一台機器 哪台機器對不對 哪一個port 它的sequence number是怎麼樣 我們在用這些資訊 tip住 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這些東西要訊息 要可以直接以後 沒訊息 要可以吃掉 那現在Sync cookie的想法是說 這邊之前講的 A7 cookie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我也不曉得他會叫做 cookie Sync cookie 我不曉得為什麼 雖然我也不曉得他叫做 為什麼叫做ATP cookie 我會知道 反正他取的命就是了 那你上次中間 如果說那個取的命 叫做白瓦蘭也可以 或者什麼東西都可以 但是 但是他Sync cookie 但是跟之前的 cookie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的解決屬於怎麼樣 就是說 我今天我送了Sync S 我收到一個Sync 通報的時候 我在Local機器上 我不做 提供任何的improvemention 但以為我還是要怎麼辦 因為我今天產生了一個 我今天Connection進來的時候 我也要產生一個 Sequence number的對方 因為我也可以送資訊過去 我把這個資訊在這個 放在這個 Inito 系統室那個那邊 我的Inito 系統室那個那邊 因為我送給對方 如果真的有話 對方就會把這個 系統室那個送回來 那我從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又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想像是 我再去加密 或是我去編碼 或壓縮 我拿到的時候 我會怎麼回復原狀 A-Sync 我可以拿得到 好 那這個 我是一直覺得說 這是這個貝拉號的手 我平常是一直沒有 然後我可以廣告再採用 而且也做出來 但是我不曉得為什麼 可能是有相容性的問題 因為這波資訊 你要壓在那個Sequence number 可能是Sequence number 可能沒辦法放進去 可能會有一些相容性的問題 但是是其中的一個選項 不過看到在Sync的供給的時候 那個IP address是可以造假的 攻擊風包的IP address是造假的 可是在剛剛Smith Attack的時候 攻擊風包的IP address是真正的 所以我們在發起主案服飾攻擊的時候 你看到IP有時候是真的可以相信 有時候是不能夠相信 當然有時候要看作業系統 像Windows在出燒冷 Windows出燒冷之前的版本的 你要去改那個IP address很難 Windows作業系統 或是因為你的作業線 你加到這樣作業系統 要改很容易 可是在Windows上基本上很難改 所以說早期的時候 人家去看 那個資安的人去看 如果你的IP address是沒有 不是偽造是真的 他們大家知道你就是從Windows作業 使用過來的 攻擊風包 攻擊機器從Windows作業使用過來的 那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其他的作業系統來的 當目前的現在的Windows改了之後 他就發覺說 人家Linux可以 Linux可以 為什麼不行 因為他之前在說 我就要是要可以讓IP的 可能當他就被改的時候 有很多資安專家 一直大記者大聲的記錄 我說不要 不要 其實那時候經過還是可以 只是很麻煩 可能你要自己寫的東西 但是就是說 他就好像還是可以 就現在你是可以去圍造 覺得他有時候可能是 因為作業系統的緣故 不讓你改 有時候是因為攻擊的 就是我收到的IP 有時候都是偽造的 有時候這不是偽造的 為什麼 可是作業系統的緣故 但是你攻擊的方式 就是沒有讓我知道 我剛剛Smurve 就是沒辦法 我照樣放一下 我再看UTP的flux的tick UTP的flux 那 UTP的封包 它是一個contination list 就是我今天 ALB之間 透過UTP溝通的時候 他們之間不需要 先建立一個contination 不需要 總共這塊 可以送過去就好了 當然一台機器 它收到UTP封包的時候 UTP封包上也有Port number 那根據這Port number的話 當我們這邊的 接觸到這空包來的機器上面 它會有一些資訊 譬如說 我這個Port number 是不是有對應到一個 Web identification 如果有的話 我就把它叫起來 把這空包就給它 處理 比如說你再送回來 那如果沒有怎麼辦 那發覺說 我查了之後 我沒有 但是我要通知你 它又產生什麼樣 一個ICMP的Packet ICMP有很多種 那剛剛是什麼 Apple Request Apple Response 這是另外一種 這一個ICMP的Packet 它說是Based the Nation Unreachable 所以你送一個 UTP封包過來 它要先查一些資料 有沒有這樣子的Service 沒有 它要去配置基底區塊 然後產生了一個 ICMP的封包 這個藍尾耀田 一些的 CheckSign田徑具 最好就是封包往外送出去 一個封包進來 它要花很多時間 你資源去處理它 所以說如果 顧忌者源源不斷的送 這樣的UTP封包來 去處理的話 沒有意義的東西 而且這個機器根本就不存在 它送過來的Source 也是偽造的 它也可以用偽造的 它也可以用偽造的 因為它可能就是 巴尼克的Buds 巴尼克的Buds 說真的 它Buds根本多 它根本不在乎 它可以用來有借送 現在巴尼克的作者 我們在巴尼克 它真的要把你攻擊 使它根本不會去嘗試 減藏它本來的吸引 它可能有10萬台 100萬台 它放一千台去打 你把它抓到一千台 沒關係 它還有9000多台 就這樣 那在期間 它就可以繼續再過充 所以說 現在供忌者 不絕不 care 就會找到它 然後大部分還是會去 不過 IT 會把它做打改造 都還一直是proofing的 所以會像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 如果我一直這樣送的話 那 IT 其實會被我怎麼樣 就是被我的同胞 怎麼樣 給淹沒掉 可能次量的停關 次量的計算能力 還是需要我們的這種機器 那你原來最正常的使用就是 HOLD 所以說我必須透過一個ICT的方法 告訴那個傳送者 這東西是沒有這個的 是告訴傳送者 他會告訴傳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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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有時候他會把他交往這樣 他會把他交往這樣 如果直接一條螺旋燈對著的話 他會這個 會 這是他的一些的 UGB的他的像這樣子的設計 設計這樣 那有時候你看不到新聞 在整個FORM的Hout 當中 Hout 都會把他交往這樣 ICMP的FORM的FORM 很多的Router 特別是在這個Edge的Router 我們使用管理器 就是說我們要進Router 通常會把他綠掉 因為絕大多數的Service 都不是Route UDP的 有少數的 他特別開啟 大部分都不是UDP 那根本就像SMP 很多的把他交往 所以說你知道我們上 其實這也是個比較好的習慣 我們是建議大家 就是網關裡面 ICMP丟掉 那個AVB把他丟掉 那誰真的需要 比如說他等一下要用什麼 ViewerOS IP 什麼其他之類的 那或什麼要線上 什麼會議 什麼之類的 那再看看就是了 都要打開 大概就只能應該打開 不要用 OK 好 這個ICMP的Flub也是一樣 我就送一個ICMP的Echo Request 也會去給你 那如果說你有這個Service的話 你就要送一個Service 給我們 然後我的Source 也是給我的照片 好 我ICMP的Echo Request 送過去了 那你就在Service 那如果說你沒有的話 你也是要處理 對不對 當然你有可能轉好不掉 但是我就送 當然的風包 像那個地方 另外一種 比較狠的方式是什麼 我可以同時打開來機器 我ICMP的Echo Request 送過去我機器的時候 比如說送給AC器 對不對 把他打AC器 但是我的Source 都寫誰 我寫B機器 所以說 這個AC器 就會把ICMP的Echo Request 送給誰 送給B機器 好 所以我送給A 他再送給B 所以我可以其實 我同時打A 會用A去打B 好 當B如果說 他也有ICMP的Echo Request 他怎麼樣 他有把那個風包 回送給A 回送給A 所以兩個都來打A 那這樣子 好 很好 你知道這陣子的這個 作戰 可能要在打戰 或是這個 大家要講一些的這個 先謀略 真的 激勞殺人 你自己 好 借你實力 怎麼設定 好 我來看一下 分散式主要單 複子攻擊 那分散式主要單 複子攻擊 他比較負擔 主戰式複攻擊 通常是一台機器 打一台機器 或是一台機器 打多台機器 一台打一台 或是一台 多台 那分散式的 加個分散式的 就好像會有多台機器 他是多台機器 打一台機器 或是多台機器 打多台機器 加個D 一定就變成多台 但是多台一定不是任意的 毫無架構的組織起來 他實際上會經過一些 特殊的設計的方式 將這些的機器 分明別類 一種階層式的架構 把它結合起來 然後大家各司其之 然後做一些事情 發起攻擊 那這樣子來講 可以讓發起攻擊的效率 Effectiveness 達到最大的效果 而且同時再同時怎麼樣 那攻擊者 真正的攻擊來源 不容易被偵測出來 就像這樣子 好 就從這邊來講說 攻擊者剛剛這邊在發起的時候 在一個分散式 主在四伏攻擊的時候 那整個的攻擊當中 大概的這個機器當中 你可以分為這三大類 其實你看一下 還有一個四大類 一個是攻擊者的機器 這邊我們帶一下 攻擊什麼機器 攻擊的磁性 超空難的機器 那接下來 一些當中這些被 碰的這些被 被陸性的機器 還有就是所謂的Victine 當然陸性的機器 我們是給它分為 叫養大類 因為它做Masters 那有時候 就把它稱為叫做 什麼樣 Handle 那另外一個機器叫做Slave 有時候把它稱為Agent 好 就是Master 那它就是什麼樣 這個攻擊者 它控制的這些 Master 也是攻擊者 所控制的 那當然哪一機是Master 哪一機是Step 也是它去設計的 那真的發起攻擊的 當然是這圈 是這Slave機器 然後呢 攻擊者直接控制的是什麼 控制的是Master 每一個Master 控制一個的Slave 好 會像這樣子 好 那當然這邊要來講 就是說 它發起攻擊的時候 通常的做法就是說 因為它機器量也夠不大 通常是把它內層 所以說通常都是 用量的方式的把 可以幫它給成那一個大的 那 是 也是頻寬 依然都刺它 就受死 那它沒有辦法 可以正常的機器做提供服務 好 就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攻擊者 實際的 它是控制那些Handlers 或者Master 那就是攻擊者 它直接 剛剛有好幾個Master 它其實是一種樹狀的架構 不是一種金字塔型的架構 好 它這邊基本上就是 大概就是只有兩層 就是攻擊者Master Master 這個控制就是Stave 攻擊者直接控制Master 那每一個Master 控制一群的Stave 各自控制一群的Stave 所以是一樣這樣子 好 如果說到達到像這樣子一個 分散式的阻擋浮石公子的話 公子者 一剛開始的時候 它必須要先怎麼樣 它必須要先獲得一些的 一些的機器 好 或是所謂的攤頭號或操縱號 你必須可以 我會做在那邊的情況 好 操縱號 要拿到型機器 那當然越多越好 那這些機器拿到之後 我再跟這些機器 再去怎麼樣打一下機器 所以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要先拿到一些機器 當然一剛開始拿到機器 就好是那些頻關夠大的 計算能力夠強的 那第一個 你由它去發起攻擊也可以 或是說訊 讓它去攻擊其他機器 入侵其他機器 那這樣的效果都會比較好 這樣效果都會比較好 那當然 所以這東西 我們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沒辦法講 其實這裡也好幾年 我們講Rule Security 在網際網路上 事實上是有一些的 所謂的真正的工具 它可以讓你 因為其實攻擊者攻擊的時候 它不是很盲目的亂打的 真正的像這樣子的一個 很老練的攻擊者 它會做一些的禽獸 我們叫做Connaissance 知道它打系統的 對系統 機器的做系統是什麼 而且它知道是它的版本 然後呢 上面讓什麼設備是 什麼樣的版本 它實現量的漏洞 這些設備是 在這個作業系統 這個版本上 那個設備的版本 有什麼樣的漏洞 它實現量的漏洞 直接去檢查 那其實有蠻多這種 勤收的工具 那其實有一個作品叫做NMAP 大家講NAP NAP 大家就往一看 你可以通過它去遠端的 去就是說去測試 有從遠端的去了解一台機器 它的作業系統 你能給它看 它是什麼作業系統 是哪個版本 只要有網滴到網路線 可以用那個程式去看 看來機器的作業系統 是什麼作業系統 它版本 很準的喔 之前 我記得我以前用的時候 它可以告訴你是幾點幾版 幾點幾版 幾點幾點幾 幾點幾 原理我用跟大家解釋 我記得 它所謂的POL POLS FIGUM PRINTING 它跟它們知道 在POL的時候 可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沒辦法 跟大家解釋這個東西 其實好幾年都沒解釋 這東西 因為 那大家 但是從教材有 大家有機器可以去看這個東西 那 透過這一個方式 可以做這個行銷 然後怎麼樣去攻擊 所以我想講 很多方式可以拿去控告 控制群 那當然 就是說 我今天 錄清了之後 對不對 我談到一些工具 那當然 為了要做一些隱藏的東西 來 隱藏我的這個 隱藏我的中心 當然 隱藏光是連做IP-Achews 我把你攻擊的時候 我去把這一個IP-Achews 給控制的時候 可以跟大家知道 過 早期的Windows作業系統 我會有什麼關係 那IP-Achews 就是沒辦法裏造 然後 後來是可以裏造 但是有時候是沒辦法 或是你攻擊的方式 那或是說 都會先錄KID 它這些工具 你買一個隱藏 它就這個一點 你可以隱藏它就可以了 那只不過多一個 是在網路上的 也要隱藏看 好 大家這邊來講就是說 今天附近很多機型 有些就採訪一些層次 主要是攻擊的層次 還有其細條控制的一些層次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來就好 好 這邊就這樣 好 那這邊像這樣 Atech 和現象 調配點 它是有些Slave Master 好 像這個Master 它管理是這一堆Slave 好 那這個綠色的話 管理是這一堆Slave 那這個 它管理是這樣 這個 Atech Atech 直接控制 管理對象是這堆Master 他不跟Slave 直接溝通 那Slave 那Slave的話 這次攻擊 它是從Slave過來的 所以可能是像這樣子 這個可能會在什麼 他比如說在 比如說是上年這一個 這個 比如說這個 10月1號 他要發起攻擊 10月1號發起真正的發起 他可能在6月7月的時候 他就告訴這堆Master 送電報說 欸 準備10月1號 準備發起攻擊 10月1號的時候 幾天開始 對台積極發起攻擊 持續多少時間 他等下這個考慮就要下下去 但等下6月7月 這是前一年就去發起攻擊了 當這些Master收到這些訊息之後 這個訊息就非常的短 很短 可能就是一個UGB 就放過來了 就要送過來了 很短 所以你也看不出什麼 太多多特別的地方 兩台機器就各別的聯繫 他可能也同時聯繫 那這些Master說到這些怎麼辦 他當然他跟他自己的Slave也講 可能他去前一年就收到了 可能在第二年的時候 可能都吃月要打對不對 可能他在什麼 可能在2月的時候 我只有7個短短跟他講 所以10月1號的時候 他來的機器 他多久 好 這個樣子 然後等到10月1號那天的時間到 怎麼看 大家繼續攻擊 那邊就是 讓他承受 像這樣子 好 這時候 當他一攻擊的時候 假設你可以知道他 你可以知道他 找到他 找到他 找不到 好 但你說可以找到他嗎 也許這都有量夠多的話 然後你也 可以有一定分析 也許在某個風暴上 因為他的風暴上 就只有一個地域風暴 過來給大家講 假設你賣到他就找到這邊 那同樣 夠Locky 然後你照之後 這東西在旁邊 好 當然通常攻擊者 其實控制的機器 也是被入侵的機器 好 也是被入侵 以這種架構來講 你要抓到那個攻擊者 真的抓到攻擊者 其實真的很難 那當然 這個各國的 這個形式的單位 性價格 大家都是 希望找到這個 來 都要復健好幾年 好 通常復健好幾年 要跨國的合作 然後呢 而且是在攻擊者 不小心犯了某一個錯誤 我把你的錯誤之後才抓到 所以說這個事實上 抓真的是很難 真的是很難 那 最後一次 他的一種狀況 好 這類一些是 主要來扶持攻擊的工具 選得很好 你都可以選擇選項 你要拿什麼攻擊 你要從哪個機器 來打多久 還要教他什麼樣的使用 這些攻擊的工具 其實真的是超級分類 可以去想想 不過 他在我們裡面 有一些學長去寫的程式 發覺他跟風包送的數量還不夠快 因為之前你在做 他都覺得還不夠快 他覺得他的機器 他的手錄也蠻好的 他覺得他手錄也蠻好的 他覺得他很夠開 他自己寫的程式 一樣 他自己擋動 這樣做 所以說你要測試的時候 可能要自己去寫一個程式 寫著洛萃克的程式 寫著洛萃克的程式 就可以自己去控制 好 我們再看一下 最後一個卡比的 Mailphone的Tagged Pack 這種工具的風包都不要太大 其實還有Pin of Death 那大家就是說 我們今天 每一台機器 能夠收到IP風包的大小 是最大大的一定的限制的 那有些的機器 如果說你送很大波給他的時候 會有些狀況發生 通常造成狀況是說 當時Bug 不是Bug 那會造成 接受到這樣的風包的機器 會Crash掉 會是Uboot 所以他沒辦法提供 正常的Service 強的Service 當然你說 送很大的風包 不但Loward就被Drop掉了 倒不是 他怎麼送 透過Fragment 大家知道 我們IP風包 給你寫個Fragment 對不對 寫個Fragment 會到給Snage 再把它組合起來 再把Assembly 組合起來 對不對 那就是說 它個別的Fragment 都在一區往上傳遞 沒有問題 可是到Destination 還會太大 組合起來的時候 通常會產生Overflow 那Overflow 它的目的 它不是要拿到控制圈 它就是要Overflow 把你Crash掉 大家看到那個 Overflow發生 把Uboot 就是亂個字的時候 隨便的字 就是女生的時候 就Crash掉 對不對 它就是要把你Crash掉 所以說 就可能送兩個 可能三個Fragment 也不用多三個Fragment 送過去 不過就是要層次的Fragment 那很多醉醜 就已經買掉了 要把很舊醜醜 才可能沒有Fragment 現在講說 沒有Fragment 可能都是這樣 只有那個 JRDIN的 Cellic的Generation 會比較 比較不適 所以說 我們身體實體 可能要注意到 但我們現在看這個層次 叫做 StageRGM 它是UDP的Pol是19 其實UDP的話 好像也是 我不太確定是多少 也可能只要19 不過這不太確定 就是說這種Service 可以同時 有一TB版本的 也有TCB版本的 那UDP版本說 你送一個這樣的封包 到這樣子 這個Pol的時候 你就送一個封包過去 你自己也不用有什麼Payload 那它就會送回一個 Response回你的封包 那這個封包回來的時候 它上面的Payload 是隨機產生的一些字元 什麼東西不曉得 反正就是一些英文字母 就隨機產生的 看起來還要亂嗎 之類的送完給你 當然如果說你是一個 TTPIP connection的話 你就隨機送給它 這樣一個東西 它就一起源源不斷的送 跟人的資料給你 直到你把Discount用掉 所以像有點類似 ICMD 你說我 反正一定會有 屢次放手來給你 假設它有這個Service 就像這樣子 那邊的19 就像這樣子 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自己有種 發起這種工具 就說要是乒乓的 打乒乓球 乒乓球 就是兩邊這樣子 打過去再打過來 打過來 就像剛剛那個SK-Storm 打過來再打過去 打過來再打過去 好 那它是怎麼樣做 現在是假設兩台機器 兩台機器都有 產生這個character generation 這個Service 我們先來看這些東西 就是我現在這個hose 當然它可能要打 這個hose的y 然後hose的i hose的i hose的i 當然最主要是要打hose的b 它最主要是要打hose的b 可是它是透過hose的i去打 hose的i去打 可是造成的結果是hose的i和v 這兩個式都會被影響到 而且它們所在的網路上 也都會影響到 它做什麼事 假設hose的i以及hose的v 它們的chr7a的service 都有開啟 這兩個service都有開啟 這兩個service都有開啟 這個hose的b port 19是開的 那個hose的b port 19也是開的 所以我送個封包給你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一個水產的資源 送給你的sender 那個code 所以說這個是送什麼資金 hose A 它是hose A 那它就送一個封包 但是這個封包的sol 就是假的 它大家送給誰送它 所以說它的sose 但是它sose是誰 IP 它是寫它的IP victine的IP 那victine的什麼 pote是19 當然它送給這個hose 這個pote也是19 好 雖然塑這個封包過去 所以說你可以期待一件事情 因為它有sender 所以pote有19是開啟的 所以它就隨意產生一個 鋁質棒的時候回來 可以send給他 給他 好 只是假的不是他 是他 那這個女伴母白癡 他送個pote過來 對不對 他就把這個東西送過去 對不對 送給他 對不對 他收到之後會怎麼樣 因為他19pote很開心 對不對 他19pote很開心 他也怎麼樣 那他開啟之後 他產生像這樣 他也送給女伴母白給你 那這個白癡 問一下他收到的pote 我們來看一下 送過去 他收到了 對不對 那才可以就是放什麼 就是他看那個sose是誰 是D 不是他 因為是假的 所以他要送給他 而且pote是19 對不對 送給他 就像產生這樣 風包 對不對 送給他 對不對 好 他收到的時候 他的19開啟的 對不對 他也會產生一個 這段是類似像這樣 風包 可以send 這是我來的 還是送我來的19 所以要再送我去 就是他在打平方球一樣 就過去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不就在平之後 剛剛情況在上面 他就收到這東西 對不對 1919開啟 對不對 19開啟 然後看到誰是B 還是這個東西 剛剛又來送我去嗎 對不對 所以你送個風包過去 像送我邊這樣子 好 我後時間送個風包過去的時候 那這個剛剛就講 我再送個風包過去 我再送個風包過去的時候 他就會不會 剛剛是這樣子 好 雖然這樣就通過 所以是兩邊跑過來 跑過去 跑過來跑過去 好 所以情況變這樣 我送了風包過去 然後I 他就送給B B再送給I I就送給B 把他往去的 好 我再送了一個風包過去的時候 I,L,B就這樣這樣子 好 所以就會發覺在這I,L,B 所在的網路裡面 就會拿一些的風包 在那邊流動 那邊流動 所以美國9呢 這邊的網路被踩網狀 那邊的網路也被踩網狀 那邊的網路也被踩網狀 但是工具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結果找到的是什麼 兩個都是受害者 這種東西很賊對不對 最撈沙的 也是應該是看網路上有沒有連線 對 這個其實都不應該關掉的 那也是在網路上開始 對 就是這一口 通常開CNP的這些風包 都是要看你的網路是不是正常 你說 當你的網路已經加上去的時候 基本上不應該會再上去存在 對 但是你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 你現在打的 這I已經刺激了 是美國的不包括電腦 沒有沒有 那這I的電腦 是長了一點點高 是非中的某國家的電腦 有可能 可是第三世界的某國家的電腦 那也有可能 那這種問題還是會發生嗎 可是講的這個 你剛才講的這個跨國威力 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 因為像如果在這個區網裡面去偽造IP 都是這個區網的 這個是挺OK的 可是如果你 那個叫做 Ingry is out 或Angry is out 那個提出來已經好多年 但是很多的Lout 還是沒把這個機子給做出來 因為 你做的東西之後 你保護的都是你 你保護的是誰 所以說我會開一個封包的時候 送不去的封包 這個Source 是不是屬於我這個來提起 我是個網路的 對不對 不是我今天接受一個封包的時候 這個封包的Send 看到你是屬於網路的 但是 你要期待他們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 可能會很容易 好 這是主要付出公主 為什麼現在大概是這麼 什麼 很多手櫃都有 很多手櫃都有 對 很多手櫃都有 都擊出來不錯 但是 真正的附件上還很像 那你要去看 附件的人 是不是花了他的錢 他的成本 他的時間 然後去防止別人被攻擊 好 情況不一定這樣子 就是人都是有私心的 所以有時候做出了手櫃 好不好手櫃 其實就是 是比較dependent 讓很多好 一些人有很多的什麼 做一些什麼準備 什麼之類的 或者像講的 他那時候 可能會比較大一下 那我還想要請教 那像之前 就是因為有一些 比較大型 他們跨過的攻擊 對 那他都是利用那種 剛好是 你想的 沒有這種 沒有 其實現在的攻擊 他就這樣 讓人提到過的 更棒的 直接打 對 他直接打 那像這種 是比較虛貼的方式 可能是一個 這個 散播 其他的話 那又是什麼 就是採訪 直接這樣 一旦 都是照他學 直接打 他們就直接 那種打人 就不管就可以 反正你抓又可以抓 他實際上 一次就幾十萬來 幾十萬來電 或上半萬來電 然後真的不貼 他就直接打過去 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現在 那種有錢人的做法 我們都不去管 因為這太簡單了 對不對 我們可以講說 我們有錢的時候 你買什麼 可以 這我們就比較有 這個 智慧在於可能 真的就是 有錢人只要雜行就好 好 就偷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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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你相信嗎 其實我相信 我們的財務分別不平均 非常不平均 這麼多年來錢賺很多 我們經常在賺錢 可是錢都法全 剛才如果開巴拉利 這小時候誰開巴拉利 我巴拉利的可憐 看了明太多也不錯 以前做的房子 基本上就很厲害 現在都是上路 所以我很多都不平均 其實就有一大堆人 人家血了馬來的血 就是不平均 好 這不是在講多種 因為是財務中閨的經濟 其實這個美國家 都有這樣的狀況 美國也刺了 它自己是資本第一個 國家沒有錯 那資本現在就是財務不平均 我們經濟有在賺錢 然後政府其實一直想做一個 可是都花不對地方 比如說他 花幾百億的錢去 我們現在刺賠 那結果如何 這樣就把房地產炒起來對不對 炒起來之後 原來還是外面住戶房子可以賣掉 賣掉很不為人對不對 現在不會賣 他錢之後他變得很有錢 我跟他講油對沒有怎麼樣 他沒辦法賣對不對 那問題是車裡有錢 是真的要把他投資的那些人 他可以投資他可以賣掉 所以他又有越有錢對不對 那年紀人怎麼樣 新的還是什麼樣子 他就沒掉錢 就是說買多少房子 就是說我們這錢炸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他們一直都鎖定在房子 因為房地產其實是很大的 房地產造成的房子對不對 如果的成本都會把這個官員 對不對 所以就這樣我們都一直都在賺錢 我們都在賺錢 我們都在賺錢 對 好 那這款貼二就還有什麼東西來講 那 因為剛剛講那個Bragon有關係 就是說你今天送蜂包的時候 你可以把那個IP蜂包把它切割 但是你在切割的時候 你要到時候要出貨 所以說每個IP蜂包 它事實上的Fragment 會出 譬如說你是某某的IP蜂包的 第幾個Byte到第幾個Byte 好 比如說我是從一個IP蜂包 總共送了1000個Byte 你把它切成兩個Fragment 也就是第一個是1到500 大概是501到1000 可以去拿這樣子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送蜂包的Fragment 這樣是不是1到600 然後400到1000 對 神經病去收到這個機器的時候 GDPI Poggle沒有完全沒有Define 我到底是先要收到前面的蜂包的1到600 那第二個蜂包的601到1000 還是我要收第一個蜂包的1到4 399 然後第二個蜂包的400到91000 這不可能 那 但是 這是情況之一 那有些是怎麼樣 說好這樣的蜂包 它是怎麼樣 被掛掉 它就怎麼樣 做的形容就掛掉了 就整個Crash掉了 有以前寫的層次只有這樣Bug 是有 你就送這樣的蜂包 叫Chill Drop 這個其實 我現在知道我什麼叫Chill Drop 我真的很酷喔 寫出這樣的層次 對不對 對不起 好 另外一個 在我這邊 OK 這種東西更可愛 你送的蜂包 Source ID.10 來寫定是一樣的 你的機器就掛掉了 你說送這樣的蜂包 就Source ID.10 那你覺得其他就這樣子 它就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它就說 那什麼Source的東西都是一樣 然後 那怎麼處理不知道 它就怎麼樣 就掛掉了 然後 現在想這個東西說 剛剛CGRC 還有可能在 其他的現在的情況都不太有 那因為 可不可以很難講 你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霸佬出現 好 那對主要的蜂蜀攻擊 像這樣子的一些的防禦方 怎麼樣 很多不需要的設備 是把它DESAV掉 你看到剛剛 S&P那些東西 是常常變動的怎麼樣 可不可以不需要使用 DESAV掉 好 當然有時候它會在 這什麼 在Lock上面建議一些的機制 Lock上面建議一些的機制 可以去偵測這些風包 是從哪兒去留上來的 可是那幾個攻擊的時候 它可以照這些風包草原來的 最上個的地方 安裝一個部位的機制 好 那我們就不要那麼到這個 什麼興趣 好 那不好意思 讓大家一點時間 那我們這一集上個 就上到這個地方來的 那 考試的話就是考到 下禮拜考試就是考到 這一個今天上的地方 好 多花一點時間 在剛剛講的 那幾段是不同的問題 先花時間在那邊 因為我剛剛只花一點 一段時間講在那邊 但是我這塊肯定會比較高 因為今天一定會比較高 好不好 可以嗎 好 OK 好 大家就盡量放棄工作室 當然 可以期望 謝謝 那有什麼問題 那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是祝大家有個快樂的暑假 謝謝 謝謝